这个问题 因为去年就发生 去年就发生类似的状况 已经蛮多次 所以这个部分对于 因为巧居丹本身他的地址真的是不够好 所以怎么样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知道他们现在正在开专家会议 在专家会议讨论以后 由专家来做最适合的判断 而不是 我相信这个市长本身不会管这些事 也不会管到这么细的事 他应该还是会尊重专家的意见 我想问一下皇后 因为其实宋主席 他在你昨天登记参选的时候 没有过去帮你一起站台 那他提到说 他站一个会得罪其他两位 那你之前有说就是 好久成忘帝 那所以之后还是有可能跟宋主席来合体吗 或是你们有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情 我想就是我觉得很高兴 因为宋主席也是说要看证件 所以我们就是提出我们的未来的规划 那宋主席当然希望我们 都能够提出自己对市民的诉求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不用去特别去想这些 而且反而是说你应该提出 对这个城市围的愿景 我想主席都在观察 那清明党跟我的关系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这里总部有两位伙伴是清明党的干部 这一位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